直播录像我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剪出去 这一部分就直接叫说辐射76隐藏地点探索 OK我们把这个重新重新开了 然后现在就带大家去看这个隐藏地点 首先呢这个隐藏地点在哪里 大家记得我刚才说我要来这个灵灵牧场是为什么 其实不只是为了今天的牧场物语 也不只是为了这个牧场里说话非常好听的这个泥沼屑 是为了这里的隐藏地点 那么这个地点呢是一个相当大的牧场 但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什么 这个牧场没有任何的地图标记 也没有任何的任务指引你到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任何任务没有任何标记 他就这样被加了进来 大家看到前面没有 大家看到我前面这个地方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隐藏地点 这就是这个隐藏地点 这一次这个是费土克新加的 在费土克之前是不存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农场啊 然后还有巨型的风车 这个巨 巨型的风车 这个风车辐射里面是建议最大的一个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探索一下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地点标记 这么大一个地点 真的 这么大一个地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牧场一直延伸到那边 就这一群建筑从到那边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 全是这个牧场 但是这个地方却连却连一个标记都没有 这就叫隐藏地点 辐射里面一直整个系列就辐射 老辐射不算辐射4啊辐射76啊 信维加斯3啊 都有一堆这种很大的地点 但是没有地标 那他们就被称为隐藏地点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回事 这怎么还有别人的意思吗 首先是一个公用设施保护者 而且他们还在运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小棚屋啊 看起来像一个进水处 但是这边呢 明显 绞沙藤 这边居然是有绞沙藤 他们在应该 而且还有各种实验设备 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农场 这不是一个普通农夫的农场 那这里明显是有科研背景 有知识的人在这里对植物呢 做一些试验 我们呢边探索边捡垃圾 边探索边捡垃圾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地点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具骷髅 那这个地方的主人应该是已经死了 而且他死在了这个地方 非常可惜啊 因为是一个有科研知识的人 一个有科研知识的人却死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也是在想办法改良农业啊 看起来 所以非常可惜啊 是一个人才 废土上其实是需要这种人才 而且呢 看这具骷髅时间 他应该已经死了很久了 就是否则他应该是没有骷髅化的 他应该是在去年之前就死了 因为大家知道去年是这个76号病毒所开 76号病毒所开始的这一天啊 开始的这一天 要开启的这一天 那这一天死的人现在还是一个腐尸状态 但是呢 这个人已经白骨化了 所以按照时间线来讲 这个人实际上是在 76号病毒所开启的一年之前 起码就已经死了 这边这个研究设施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 各种这种盆栽盆组成的地方 上面呢 还有通向上面这个组合棚屋的地方 这个方法呢 确保记录哪个公式最有效 我计划在公式里用一个公式的变种 来衡量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第二第三天小小成长 哎不敢相信 哎大家看到左上角 测试全息卡带已取得 测试全息卡带是什么东西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终端 我已经看到作物在生长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 这些作物不仅能生长得更快 而且还能长得更大 对于未来是个好兆头 如果系统能按照轨迹运行 我不知道其他农民能不能赶得上 第三十三天 邻居的麻烦 我看到所有的作物 几乎都得到了充分的生长 如同我猜测的一般 收获的作物体积 几乎是原先的两倍 问题是我吸引了太多的注意 首先桑德拉本来对我的实验 就不太热心 现在他则成为了麻烦制造者 我看到他围着设施团团转 偶尔会消失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里 他的行为十分古怪 就是说这是一伙这个农夫啊 在这里住 就是为什么这个农场这么大的原因 然后呢 这一位农夫啊 拉里拉里 他想对这个作物做一些试验 看看能不能改良作物 结果就成功了 就是作物的产量变成了两倍 但是呢 这时候邻居桑德拉 却好像在打一个 打自己的小算盘 打着歪心思 在他这里啊 探头探脑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有意思 备份日志 备份日志是损坏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拿到的 这一份测试全息卡带 是什么东西 当然我的全新卡材实在太多了 我们找一找 这个全新卡带太多了 这测试在哪里 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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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木 不应该是哦 在这这个卡带呢 可以看到它是无法播放的 这个卡带你按播放是没有用 无法播放很奇怪 为什么这张卡带播不了呢 而是测试拳击卡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个测试卡带会在日记日志二里面 非常的神奇 我们继续探索这个地点 你看到这几乎全是和农作物有关的物品 这是一个有学问的这个怎么说呢 农夫或者说那个农业研究者 农业研究者 那大家这个设施也非常的专业看起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建的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看不懂他建的是什么 那就说明他非常的专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田地里啊 甚至有这个喷水装置 甚至有喷水装置和其他那些就直接就是 啃土就开始种的那些农田完全不一样 这个农田显得非常的专业 不仅有机器人在维护 还有这个专门的灌溉装置 这一片应该就是拉里的农田了 这边有个巨型的锋利发电机 其实我很希望这个锋利发电机以后 能在原子商店卖啊 就让我造 因为这个锋利发电机实在太酷了 真的很酷 我很希望以后如果我们能 如果我们可以造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逼近一个小的裂缝点 逼近一个未标记的小裂缝点 难道这是造成了这一伙人死了的原因吗 有可能 这是一个潜在原因 现在看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边有两个棚屋啊 一样 上面种着一些植物 然后但是都有这些像绞砂藤一样的植物 而且这地上还不满那种管线 可以看到贝塞斯达在费土克这一次地点的这个细节 真的是令人震惊 大家看这个地上 真的 这个这个细节 哇 这个管线都在地上延伸 然后这边断开了 那边接上了 这个场景细节 而且这还是一个未标记地点 他这么用心 就这个地点如果你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细节探索的话 你是不会来的 就根本任务里面没有一个字 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地方 直播卡住了 直播卡住了 哦 现在应该好了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直播突然卡住了 OK 现在应该OK 刚才网突然抽了 有可能 我们先继续看 继续看这个地方 巧守先生岩 燃料有各种 然后这边有个温室 这温室里也是这种类似绞沙腾的植物 很奇怪 有一套防化符 有一个锄头 这边种了各种的花 有各种的肥料 然后呢 这边呢 貌似是有个入口 大家看 而这个入口最神奇的是什么 这个入口被锁上 但是呢 这边有个密码锁 但是要通过密码锁 我们需要知道密码才行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密码 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是有藏有这个密码 我们刚才探索完了这一边 我们也探索完了 但是这个房子的后面现在是进不去的 所以呢 我们往这边走 那么这一边呢 应该是拉里的住所 大家注意这一边 这一整块应该是拉里的这个牧场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细节 这边还有各种水管啊 连到各种设施 这个场景的细节程度真的是令人震惊啊 真的 然后这边呢 应该就是这个桑德桑德桑桑桑德斯 还是叫什么来着 他的那个 他说的这个邻居 就是这个探头探脑的邻居 打着小算盘的邻居的家 应该是这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邻居啊 他这个邻居有什么要说的 看他这个邻居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 哎这边还有个地道 大家可以看 这边还有个地道 地道这边有个保险箱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保险箱里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些普通的这个物品 这边有一个地铺 但是地铺这边是有辐射的 非常的奇怪 我们捡到了一个禁骨 但是我不要这个骨头 因为我是从来不捡骨头的 人骨 我觉得不太舒服 捡了人骨 这边有个厕所 哎 有个厕所 厕所里面没有什么 但是这边呢 还有另一个小屋 呃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个冰箱 大家看这个冰箱 后面有一个南瓜稻草人 有一个万圣节稻草人 藏在这个冰箱里面 很有意思 这边那个小屋是有核辐射的明显 然后这边有一个 呃有一些垃圾 我们可以捡了 然后可以拆 一个武器工作台 在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顺便完成了一个挑战 这边呢 也是一个这个 骨仓的这个锋利发电机 然后呢 我们往主建筑走 那么主建筑走 可以看到这边 应该是他的这个门啊 从这边进去 这个是桑 完了桑德拉 桑德拉的 桑德拉的家 看一下桑德拉的家 也是 也是个农夫啊 毕竟这是个农夫的这个 农夫的 社区嘛 那么我们在这边 可以看到一张纸条 写着密钥库口令笔记 上面写着 可能的密码索密码 很难在树上窥探到 他输了什么密码 手一直挡住数字 我想他输的是 81815 81815 但是在81815 后面有一些 点 那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是816 8154吗 难道是像骰子上的 816 8154吗 我们先把这个记下来 为了让他记下来 我们我现在用手机 快速拍了一张照 OK 那这个笔记 可以注意的是 还有另一页 我终于受购拉里 愚蠢的科学实验 瓦头家总是出现在 我的视野里 已经够糟了 但是现在我在自己的 后院里有这个垃圾 我有足够的毒素 污染他的水源 我都想个办法 打到后面的房间去 他觉得拉里是在做一个愚蠢的科学实验 然后呢 就是他 他可能是这种反反制 反制的人 因为从起码从这张纸条看出来就是 他说瓦托加瓦托加是一个高科技城市吗 他认为瓦托加已经很糟了 然后他又认为呢 这个拉里在做科学实验也是个垃圾 所以他可能是这种反科学的一个人 他想他就想污辱他他就想污染拉里的水源 在他的房间下毒 哎 这个邻居 所以然后我们现在拿到了他窥探到的密码 我们回去看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被锁住的仓库 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边有个骨仓 然后后面有一些车 没有什么这些都是一些装饰 那么注意 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就是我只是再次提醒一下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任务标志 没有任何任务提到他一个字 他在任务 他在地图上连一个标点都没有 但是呢 他有这些背景故事 有这些秘密的隐藏任务 就像这个任务 大家看 这个任务也没有任务任务指标吧 就是说你自己发现线索 然后去解开这个地方 哎 曾经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贝塞斯达的游戏对我的魅力所在 就是这种用无数个这种细节构建出一个世界 而且这种细节甚至都不告诉你 哎 就是这个世界像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 不会什么东西都给你标出来的 就你拿到一张地图 拿到一个城市的地图 他再详细 他也不会什么都给你标出来 这里面的一切 这些人的生活靠你自己去发现 不是靠任务指标 我们来输入密码 刚才我们拿到的密码是 81815 我们先试一下 81 不对 这个密码是12345678 8位 816 816 8154 816 8 1 不对 那就是81815 81815 81815 81815又不对 奇怪了 81 几位 12345 5位 5位数 那既然密码不对 我们就要想别的方法进去了 而我们恰恰拥有别的方法 我们有喷气背包啊 我们有喷气背包啊 我们进来了 哎 密码不对 但是密码为什么会不对呢 这一点也是个谜团 我也不知道 这密码不对 难道是他看错 但是有更多的线索 提示我们吗 难道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间里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 首先有一些机械仪器舱 然后还有一个娃娃 耐力 这边呢 有一份笔记 叫测试案例结果 我不太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所有测试用力都产生了负面效果 一切都很完美 现在每一颗装甲都枯萎了 我想知道桑德拉是否与此事有关 有些事说不通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桑德拉成功的 给水下了毒 他成功的摸到了这个房子里 给水下了毒 于是呢 拉里之前一切的科学成果都付诸东流了 他之前一切 他成功的把这个作物提升了两倍 把作物的产量提升了两倍 结果这一切就因为隔壁邻居的反制心理和嫉妒心 付诸东流 大家看到他现在每一株装甲都枯萎了 他成功培育出的两倍的产量的植物 都白费了都没了 我们在这边可以找到一套蒸馏设施 还有一些香料和肥料 可以看到他这边应该是在加工肥料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边里面是一个按钮 可以打开这个门 这隔壁呢 好像还有一个房间 我们要去隔壁这个房间 也要去看一下 隔壁这个房间 我们应该能通过上面走进去 就像这个样子 这样子我们就上 我们就过来了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房间里有没有遗留下什么线索 还是说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一个拥有反科学主义的红脖子型的人 把他在试验这个增强农产品的品种的 邻居的科学实验成果全部捣毁了的事情 看来呢 这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啊 各位 那么这就是辐射76的一个 费赌客的一个较大的隐藏地点啊 我们在这里调查下来的结果 那么可以看到 远处呢 就是这个邻居说的瓦托家 那么瓦托家就是一个科技的 科技的这么一个 科技的城市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很讨厌这个科技的城市 然后呢又说 这个终端我已经看过 哎 哎 如果 不对 这个终端不让我们 备份日志是坏的 哎 等等看 大家大家注意看 大家注意看 备份日志 BACCUP HOWEKPASSWORD8.98 8.98 什么意思呢 密码8点空格98 8点空格98确实是五位数 但这五位数 这备份日志在哪里取得呢 我们又取得了一份测试全息卡带啊 测试全息卡带到底在哪里用呢 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预示着未来的东西的一个 预示着未来的一个更新内容的一个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贝赛斯达他很可能 他就喜欢干这种事 他就喜欢就是未来的内容啊 他会预测 他会来试图预测 不是试图预测 是这个tease就是预告 那么81598 81598是对的 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也进来过了 而且这边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个 没有地方可以载入这个测试全息卡带啊 这个测试全息卡带在我们的BB小子上是无法播放的 所以这个测试全息卡带究竟用在哪里 可能是以后的任务 贝赛斯达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是他喜欢在游戏里加一部分内容 然后呢让玩家去找就76对76来说 然后玩家去找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试图给玩家暗示一些以后更新的内容 那说不定这一个秘密农场也是未来某种内容更新的场所 但是目前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所有的信息 我们能得到一张测试全息卡带 我们那那个终端不让播放 那个终端不让播放 对哎对 谢谢这个弹幕提醒了 他说 那个说是小树林 但他说的具体小树林 等着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偶尔消失在房子的后面的树林里 房子后面的树林里 他指的是哪个树林 关键是 因为因为他们应该是战前的 他们应该是战前的 我觉得 某种迹象表明 但如果他们是战前的人的话 那因为核弹等等影响啊 因为核弹等等事情的影响 他说的树林可能已经没了 他说树林很可能已经没了 我也不知道呢 他们具体说的是哪个树林 他房子后面的树林 我们过去我们试着过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拉里的房子 后面是没有树林的 但是真说不准这个 难道是这个树林 这边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边有香烟铅笔 啤酒 可乐瓶 也就是 这就是他在那个树林里 鬼鬼祟祟的地方 其实他指的是这一片树林 应该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发现更多的线索 我们只是找到了 有人在这里活动过的证据 而这个人呢 十有八九呢 就是桑德拉 就是桑德拉 我们看看其他的树林 会不会找到一些其他的线索 那目前呢应该就是这就是所有已知的信息了 这应该就是所有已知的信息了 OK 但是呢故事没有止步于此啊 我们还有第二个今天直播的 不今天不播了 今天现在已经我这边已经晚上11点 我这边已经晚上11点 所以呢 准备睡觉了 那不能再播了 明天 明天同一时间锁定这个地方 锁定这个直播 明天的这个时候 呃不是明天这个时候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就是明天的现在的一个小时之前 或者两个小时之前 或者三个小时之前 请来到这个直播间 那么我们就会对废图客剩下的几个隐藏地点进行探索 现在实在是太晚 下播 明天再见 啊停停停停停停 在下播之前啊 今天还有个日常 今天还有个日常 抱歉 这个必须要赶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有路有路有路 我们要把这个 呃 你找些女王肉给交 哇 这个事不能忘了 这事可是啊 专门来到这个这个牧场 见到那些 呃 说话很好听的 你找蟹 对吧 都是人才 都是这个蟹才 那 那找他们不就是为了卖我们这个 你找蟹肉吗 对吧 我们现在赶紧去找我们 把这个事儿 正事儿办了 在那里 探索这个隐藏地点 探索了半个小时 对吧 是很好玩 我很 我很享受这种 这种找寻蛛丝马迹的感觉 但我们先把正事儿干 这个这个事情不能忘了 等会儿这个肉都坏了 然后还没卖出去 那我就真的是 真的是无语了 我们来赶紧把肉卖 ok 肉它会长 它长的只有一点 然后我们把另一块肉呢 放在这个冷冻舱里 我就真的去睡觉 不行了 腰疼 做得太久了 然后说话说得太长了 喉咙也有一点不太舒服 喉咙有一点干 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它明天就会变成喉咙痛 那就更恐怖了 我对 haver 我们现在赶紧把这个 泥泡羲女王肉 放到冰箱里 你找些女王肉放到冰箱里OK 下线下线 明天见